美国总统拜登对对中关税的决定受到各界高度关注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 截至7月5号 美国贸易代表署已经收到超过300件请求 希望拜登政府保留对中关税 但报导指出 根据两位消息人士表示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价值1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取消关税 预计这个月做出决定 但与此同时 报导指出 拜登政府也将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 经对中国共产党大力补贴的中国经济部门进行新一轮关税调查 长期以来 美国一直抱怨北京扶植半导体和电池等高科技产业 新一轮关税调查可能会导致对这些产业征收新的关税 此外 纽约时报报导 美国政府打算扩大对中共的出口管制 以限制中共军事及科技发展 包括协同伙伴国家行动 中心定义哪些技术是敏感或关键 或可能被军方和国安机关使用 而人工智慧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新唐亚太电视张其林综合报导 而人工智慧可能会导致对中共军事